口感鲜嫩油脂丰富的新鲜生鱼片消暑开胃 不过知名的连锁美食卖场又传出有食品出包 生鱼片寿司竟然出现鱼刺 民众在脸书抱怨买了一盒生鱼片寿司 但自家扫孩却吃到一根两公分长的鱼刺 引来不少网友留言 有人说吃到鱼刺真的会爆气 生鱼片没有刺是基本要求 也有人说鱼肉好吃但卖场真的要检讨 还有网友质疑八岁孩童能吃生食吗 让留言区一度大歪楼 不过有餐厅业者就说 相照其他种类鲑鱼确实比较容易出现鱼刺 本身它的鱼刺比一般的鱼还要软 所以稍微刀子稍微回掉它就断掉 蛮细蛮嫩的 有的你太用力它又断在肉里面 业者表示由于鲑鱼的鱼刺比一般鱼种 来得软 处理程序比较繁琐 相对容易疏忽 有民众也说怕小孩误食也会避开购买 尽量不要啦 为什么说 因为小孩子以后也会有心理阴影啊 他已经 一定吃到的话 就是对这个有一个阴影在 其实龟鱼才会 其他的鱼一般都不会 也不是说每次吃都会吃到啦 几率很低啦 幸好鱼刺没有造成危险 只是知名美食卖场 食品安全频频出包 若不严格把关 造民众怎么能放心 民事新闻陈从汉综合报道